他会透过他的音序模组 把现场这段声音收进去里面 然后经由MFCC的判断 去判断说现在目前马达的情形 不只有判断是异常或者是正常 就是连油肝这样子就会判别出来 然后会显示在萤幕上 AI听声音就能检查马达异常 电机系教授陈庸中指导研究生郑仲凯 大三学生谢亚利开发了AI音音检测 参加第七届全球传动智能自动化 创立十座竞赛 经过为期一年的赛程获颁创新奖 利用这个轻量的剑的模型 在马达上面去比对 它的各种不同的异音 我们的异音就是所谓它的产生马达 比如说油肝了 或者是说它有碰到任何的震动 产生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辨识出来 这项的发明运用了机器学习的 观念开发软体 并将软体写进中央处理单元 让电脑进行比对 总共建了六个模组 收集了多达五到六万笔的资料 AI可以成功辨别不同 音音代表的问题 加速评检的作业 有六个模型 就他们的差异是分别在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就是想要看看哪一组的训练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有用了六块模组 这六个模组对应的也是每一个不同的坏损情形 然后做不同的判断 这些判断就可以帮助我们的IoT的Nano系统 可以更好的去知道说这些目前的设备的问题 当初因为大三刚进实验室的时候 老师推荐我参加了这个比赛 然后经过这一年的学习 然后还有经验的累积 就是让我更确定我想要考研究所的目标 这件作品完整度高 具有创新性因此获得评审肯定 目前发明的成果已经提出专利的申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